在一位所有的合併友 在电视机前面的国人同胞 以及还有在网路上的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晚安 大家平安 大家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对这一次的总统选举的结果 我个人是完全努力不过 非常遗憾的 未能完成政大问题 我让大家失望了 我还在这里深深的表达 我十二万分的歉意 抱歉 对不起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在这一次 国民党 选党上下一心 各阶级 以及我们各县市 空前的繁衔 但很可惜 没有完成政党人替 我要在这里 我非常的谢谢 国民党在朱主席的带领 在各县市首长的鼎立协助底下 真的 我很感动 很感谢 我也非常谢谢 我在前台湾走透透的过程当中 看到我们区域 跟不分区立委 潜力的鼎立协助 真的 我更感谢了 我看到 对我满满支持的 关心的所有的支持者 我真的辜负了大家 对这些给我满满支持加油的好朋友 我要在这里 再次的给所有的支持者 以及给党内所有关心侯友与仪的人 再度的深深的一极空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特别感谢赵少康 赵少康 宣生 也是我们的兄弟 他在关键的时刻 一服缓顾 力挺侯友瑜 力挺国民党 我对他充满着感激 谢谢少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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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度的谢谢 朱主席 以及马英九总统 连战副总统 还有肖万长副总统 吴伯雄主席 以及王金平院长 在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 仍然拖着脑脉的身躯 给我满满的支持跟鼓励 这份情 这问意 我永不能忘了 其中 我最感恩最感谢的 是站在我左手边 我的金副冲执行长 加油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金执行长 二话不说 兄弟挺民 他跟我毫无奄言 他只为了守住中华民国 他只是看不到 我们国家的未来 如果让林静郎主政 会贪忍下去 他杰恶的有志之士 杰恶的竞选 团队的所有成员 来面对所有 这一场最艰巨的选战 他愿意牺牲奉献 亦无缓 真的谢谢金主政长 今天选举的结果 他还是坚持 成功不必再往 失败了 他愿意跟我站在一块 我要在这里 谢谢金主将 给我这份分歧 我更要谢谢 我们所有的 竞选伙伴团队们 你们不要哭泣 你们不要丧志 你们都做得真棒 真好 由于有这些竞选团队 我真的很感谢 我尊重台湾人民 做出的最后选择 民主的选择 就是人民做主 人民的决定 我们就要面对人民 我们就要好好地 听进人民的声音 按照人民所期待 用真正的 所以在这边 我除了要恭喜 赖清德 小美琴两位当前 也许许他们不要辜负 台湾人民对执政者的 台湾人民对执政者的地带 执政者 真的要把人民的心 放在他们的生活上山 把人民的声音 你要听着 一定要听着 这次参与的过程 非常地激烈 但重要的是 我希望各党派在先后 面对台湾的挑战 我们一定要团结在一起 我们要一个团结的台湾 不要跟分化冲突的台湾 侯友宜这一辈子 除了参与的目的 就是团结台湾 团结中华民国 团结我们这个土地所为 这是我心心的厭惯 也希望这政党 也希望各党派 大家要听一遍 尤其 这场险战让我感触最深的 台湾面对了台海安全的问题 面对了美中台的关系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面对 让台湾的民众 有一个安定的顺便 更期盼了 民进党这八年 我们希望 有不好的地方 人民的期待的声音 你要听进去以外 以及要打造一个 青年有效率的政府 让我们台湾人民 期待 是一个人民信任的政府 这才是执政党 以及我们所有人 最深的叛逃 对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 我知道 大家都很败贵 很失败 甚至我刚才在后台 看到我很多好朋友 在那里面 我可以理解 我也真不敢 这个不敢 是因为我们很爱这个土地 我们爱我们亲爱的台湾人民 我们爱我们的处理人 爱我们这帝 拥有我们拥有的国家 我们也能 难过 但绝对不要去 我们要把憋混的力量 转化成监督民进党的力量 这是台湾进步的力量 更是捍卫中华民国的力量 烂 绝对不能散 也不会就此消失 点到变过来 我们要更坚强 更茁壮 更不断的大步迈进 这是台湾的台湾都在开口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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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 我走过大街小巷 感受到每一个民众 给我满满的温暖 给我很多的热情的支持 每一双手 每一计划 每一个鼓励的加油的声音 都是给他一世人 要记住心来 这个情 这个意义 我用我这一辈子 守护中华民国 顾台湾这个土地的力量 来回报大家 明天 我就会捡取我的袖子 三公 不辜支持者 以及人民 对我的期待 我用更认真 共努力 来奉献我们的国家 不辜负人民 这一次给我满满的 鼓励跟加油 再度 给大家深深的一句话 感谢大家的听头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